天氣越來越熱 這麼多民眾的嘉賓來體會 北港街有很特別的機長剉冰 中軟Q的機長和一配料 和老闆特別製造的湯水 這種好主題已經團成50年了 上當時就在地人合有客戚愛 北港街路上這間機長剉冰 早就民眾來到單位前排隊買機長 這間機長剉冰已經營業超過50年了 是這麼多北港人基督當中的美好飛躍 老闆做的機長非常軟Q 特別的機長剉冰可以吃腳還有吃肉 讓在地的民眾都學到達至 他的那個耕種比較軟比較Q 好吃啊我家小孩都要吃 那你覺得他那個機長冰怎麼吃 也都很好吃啊 對啊 他們的機長這兩天就是端午節嘛 行李很好 昨天看到30幾個人排 我沒有過來只有預約啦 還有五顆 今天早上來看第三趟了 昨天看四趟 這裡是古早味啦 他大概有秘方喔 我以前我朋友也有做 可是他在研發中比較沒差 他連味道那麼蠢 他這個秘方 我們是不太知道 可是就覺得 很好入喉啦 那個感覺很順啊 老闆表示特別的機長剉冰 是為民國54年的上一台來發明 當初時是簡單跟機長加上品格 之後才慢慢來加進各種的配料 變成現在受到歡迎的機長剉冰 民國58年 我們爸爸年輕人的時候開始沒有這個緊張 他剛賣的時候 是把漲鋪在冰塊上面 然後弄糖水 或是人家蘸糖粉在吃的 因為第二年的季就是 人家給他歡迎 天氣變暖 我吃這個更甜蜜蜜 你們就沾一些冰來試試看 人家給他弄冰下去 哇 那個效果 更如何 還要 媽媽原本說 有加力刀 火刀 媽媽又一直原本 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一般的機長經過冷凍之後就變成 是起原本軟Q的口感 老闆說他在製造機長的時候 有使用專門的比例 做出來的機長 如果緊加軟Q 也不會因為剛才冷就來變成 那一般外面市民上的 他們大部分是都拌 要讓白白燃的 所以基本上 他可能米塞了比較多 然後煮的時間不夠 所以吃起來的口感會偏硬 如果一放到冰箱就是馬上硬 然後我們是米粒的調整比較少 所以然後含水分會比較多 所以吃起來的口感是要偏軟 但是你冰到冰箱 就不會說很快的一兩天就硬掉了 夏天吃一碗機長炒冰 讓人感覺透心涼 歡迎我幸福的民眾 再會來吃看看這項特別的古早味 記者林宏廟 蔡宏博德